好,我們看一看這一題 這一題我們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它其實是做了什麼 它就說這裡有個Sequence 這裡是三個數 我們還未知道是as 還是gs 所以如果你說找general term 不如我們先看看 第二個term是什麼 Log x²加Log 9 我們要想一想 跟第一個term有什麼關連性 如果你記得 其實這個2可以抽出來 就是它的index 後面那個Log 9 就是Log 3的二次方 那麼二次方又可以抽到前面 因為Log 3加Log 3就是Log 9 那麼我們2Log 3就是Log 9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其實第二term就是2乘2這個數 那就是第一term的乘2的意思 好了,我們看看第三個term 我們要留意的 好了,第三個term 做法都是一樣的 我們要抽到3出來 也甚至你知道27就是3的3次 那就是3其實都收出來的 那就是你可以這樣理解 這個就是2乘2T1 然後呢 後面那個就是3乘2T1 那你說這個其實是什麼 是一個gs還是as呢 留意一下 雖然它這麼乘的 不過其實它們的difference 是一個T1 difference是一個T1 所以它是一個as 好了,所以如果是這樣 你可以想像到 所謂的第n項 其實就是n乘2T1 那n乘2T1的話 我們可以寫成就是n 乘回這個Log x 加回Log 3 這個就是part A 好,到part B part B要找the sum of the first 20 terms 好了,即是我們要知道它是一個as 而as的時候呢 這個sum我們要怎麼計呢 不過呢,我也建議大家不如這樣 我們先找到第二十個term 第二十個term 其實就是20乘這堆東西的 這個呢 你就可以容易一些 一次過就找得到 然後呢 sum of the first 20 terms for一個as 其實就是 頭加尾乘項數除2 是as才做到的 頭加尾乘項數除2 那就是第一個term 加最後第二十個term 然後呢 這個數要乘20 再除2 這樣去理解 那如果你第一個term 這樣加下去 Log x加Log 3 然後呢 加20個那些 那其實就是21個 然後乘20除2 就是乘10 所以最後答案呢 就是210 乘回這個整個數 Log x加Log 3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答案了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答案了